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 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 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 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 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 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 当年的窘迫处境 士兵们没有冬衣 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 请求运来胖袄袭袜 各两万五千一百余副 分给士兵们 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 如数给予 年随长城城墙的构造 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成墙的方法 板筑夯土墙 以木板做模 那天粘土或灰石 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 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 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半泥沙夯住 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住 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住 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 用石块或石条砌柱 于紫郡率领四万士兵 经过三个月修筑 在山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六百多千米的长城 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惡励的施工环境 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山北高原 与紫郡留下的夯土长城 依然畏畏壮观 在数百年后 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岗依然令人震惊 一道蕴山产销 逢古田茜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 更为神奇的是 在长达八百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 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 居然可以互相瞭望 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 你就要算冲美女 过亚 词 兰祝 兰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